今天主持人感謝你 你讓我們真實在這世界上 我們仍然只有盼望 用你的國度來領 主持人求助你保守 讓我們在生命當中 我們能夠繼續的 能夠來體會你 你上生命裡面 用更多的奇妙的計畫 主有時候我們在我們故事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去掌握 我們面對我們自己 好像只看似失敗 主持人求助你 這事就是你來到這世界上的原因 主持人能夠憐憫我們 連續我們這些罪人 讓我們還不夠的時候 你就愛著我們 感謝主持人能夠來認識你 主持人的國度廣大 你的國度何其能 在你面對得這麼輕鬆 主持人求助你保守我們 讓我們能夠聯繫我們 在你的國度來 到這世界上的時候 迎娶我們 使我們能夠與你能夠同歡喜 能夠同歡樂 感謝主持人 不是屬你的保守 求主讓我們能夠在你 更加的確信 我們每一天都是屬你 我們每天都得到這個確訊 感謝主持人 讓我們在這當中 我們繼續都來讚美 一起來敬拜 感謝主持人 祂祷告 祈求我奉主的女生 阿明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能夠來 回應神給我們的愛 在呼召我之處 我們對於看到神的榮耀 看到神的呼召 我們能夠去回應呢 幫助我們能夠在接下來 實際尾斷禱的時間 讓我們來上基拜團時 德弟兄 我們一起來 唱前面兩段 我們一起來默奖 我們一起來禱告 來思想 神在我們心道中的呼召 神對我們道中的命定 我們一起來安靜 我們心會閉上我的眼睛 我們來開始禱告福氣 賽細節 主問魷倖的聲音 讓我全新感受 最像魷迭合你的聲音 像引進了愛心 你是默契的滿足 祝此爱的真理 灵魂照向我 导规我的身体 释下平静的安心 让我承受你的心 温柔的身体 让我心情感受 传透我的身体 在感情的安心 你是我心的满足 祝此爱的真理 祝此爱的真理 祈看光照向我 导规我的身体 释下平静的安心 让我感受你低 lament 在呼召我之处 从全心来敬拜 如早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呼召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如早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呼召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如早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呼召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如早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呼召我之处 在呼召我之处 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 借上敬拜 在呼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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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回顾问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回顾问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呼召我们之处 我们要两声歌唱 就在这地方你呼召我们 我们记得永远都会记得 好像那个誓约一样 我们永远都会记得 你呼召我们的时候 但是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你给我们感动 不管任何地方 我们来是阳神歌产 我们赞美你 我们知道这条路是真的 就一定是真的 如果知道这条路是你给我们的 我们就一定走 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有时候我们越发现 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越走那条路就越正 越在你面前 而且果真的你在生命里面 一步一步在伺服 在我们生命里面 造就我们 让我们成长 但是好像 越成长 那一个祝福越多 考验就越多 我们有时候觉得 好像他们都困难 就是又觉得那不是困难 那是考验 让我们在你面前 多又多成为尊贵的器皿 成为你所说的贵重器皿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筛选过 我们怎么会贵重呢 我们跟这世上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你面前 越来越知道 整理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样宝贵的解决 我们就越来越珍惜 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跟外面的道路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观念也是不一样 价值也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走的时候 走我们就发现 每一次的不一样 每一次的困难 就有更多圣灵的充满 更多圣灵的导引 然后我们再知道 不但不是不一样 而且是越来越丰富的 不但是不一样 而且得到力量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得到力量的一个资源 是不一样的 是从神来来 跟这世界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越来越觉得 不需要靠世界 根本就不应该靠世界 让我们在你面前 更多的 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我们就能够承认 很多很多 我们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生命就越来越尊贵 原来这样的循环 是我们生命里面 越智慧 淡淡静光耶和华 就是这个你 这个智慧的循环 我们越来越 越依靠 道路就越清楚 风陆就越多 圣灵充满 给我们的力量就越多 我们就越来越发现 越来越跟世界不一样 我们就越在你面前 更多的依靠你 谢谢你 教导我们 也谢谢你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显出那上头来的智慧跟大能 让我们也珍惜在这个时刻 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能来掌声歌唱 谢谢你 献掌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求 阿们 我们要鼓给圣 好不好 在神面前 充满这样的喜乐 阿们 有什么喜乐 谢谢阿 你这个喜乐不是说你高兴 而是你只能在这边拿到了 拿到了 神给你的缺据 也就是简线 神说 当你安慰别人的时候 你的另一只手是谁 踩护着你 是神耶 你为了别人安慰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 你的另一只手是神牵着你 就好像我跟穿Echo给你一样 哎呀 真的神啊 我们不孤单 真的 不孤单 神愿与我们同在 阿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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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旁边也感受一下你的喜乐 好不好 他的笑脸 好不好 好 谢谢感恩 来请坐 一样的喔 我每次都想跟大家讲说 今天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但是 其实真的啦 每次都很重要 因为说真的 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生命真的是很宝贵 生命很宝贵 就是 前天我们在 生餐礼拜的时候 那生餐礼拜的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说他们有很多感动 但是其中有一种思想 我觉得真的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后来有个姐妹跟我分享说 这种感觉就是对了 什么感觉呢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个世代 这个 他用一句话 这个圣诞礼拜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 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看 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一种误会 以为 只要穷人 就一定会进天国 没有 穷人也不会进天国 有一种误会就是 可怜的人 就 就比较占那个 在树林里面占强势 因为 财主 财大气粗 这种人 不要以为专业很多 不要以为那个很有能力 像教会那种可怜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觉得可怜的人 一定会进天国吗 诶 我跟妳讲可怜的人 比较会进天国 是他们 比较 谦卑在寻求 知道吗 不得不谦卑 主啊真的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可怜的人都比较 比较快这样祷告 那有钱人比较不会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下流人真的吸空 也就是说 又没钱又没力量 只会哭了 然后哭了以后又不动 又不动 神说 来来到我这里 主啊你又不晓得多可怜 哪有时间去哪有力量去 我每天过啥等 那 根本没办法 你不动还是没办法 你知道吗 如果要过出 过红海要出埃及 哎呦 某星又不知道我 哪里痛哪里痛 而且哪有 而且 你再怎么可怜 你不走你也是没用 对不对 那下流人 那个就是骄傲 虚假啦 下流人真的 什么都没有 没有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站起来 所以他已经没有了 哭四百年都没用 他们就是做下流人做四百年 没有用 那上流人以为自己很有很有钱 没用 那神说把这些都放在天秤上面 他们的分量一共多少 比空气还轻 或者 我们讲一句 真的 真的 如果你们活着没有用 干脆怎样 去洗洗也好 真的 就是活着也没用 那神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真的 你真的活出 神要给你的样式吗 你如果没有活出神的样式 干脆 洗洗也好 真的 那你活出神的样式 因为 圣经保罗就说这种观念问题 我如果死了 就离世以主同在 那是好得无比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活着有意义 我就愿意活着 而且不但活着 而且要活在你们当中 弟兄姐妹 你活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意义 活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意义 有啦有意义 如果神有交托你使命在这个地方 你要不要活着 你一定要活着 如果没有意义 又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的 那你干脆怎样 死了 如果你再有受洗又死了 那就离世以主同在 好的无比 干脆怎样 去死好了 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 但你如果活着 一定要如同圣仪所说 保罗所说的 我真的 我真的宁愿离世以主同在 但是如果我活着 我活着 有神给我在这个当中 有果子的功夫的果效 那我就愿意 好 弟兄姐妹 这是圣餐讲的 不过一样 请检查一下 你活着有果子吗 有因为你活着 以至于旁边的果子一增加 而且是信像之性 基督的信像之性 一直增加吗 有 那请你好好活着 因为你活着有意义 弟兄姐妹 那你果子增加以后 那些果子 有成长吗 一大堆葡萄 然后两天以后就烂掉 烂葡萄 不行 你那些果子要有成长 越来越丰富 那有些弟兄姐妹真的 那教会跟着你来以后 他 很快乐 来到教会很快乐 然后 圣经 牧师在讲什么 他都听不懂 但是他会不会成长 会 会成长 而且成长得很快 圣经没有你懂 输给你 但是他成长得比你快 为什么呢 注意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新来的成长得比那些 老基督徒还快 他们圣经输你输太多了 但他们成长得比你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着一个好葡萄来教会 我跟你来 我喜欢跟你来 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 因为你这个人好nice 我跟喜王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说来茶经 要去茶经了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来我就来 就来 来了以后就很快乐 然后就加入教会了 什么什么 然后没多久 他也会拉小提琴了 然后没多久 他也会吹蹄蹄了 没多久 他也会跟人家祷告了 加油 没多久 他也会抱水饺了 没多久 也就是说 在神的家里面 什么都丰富起来了 他做什么 你做什么 他都愿意做什么 一颗愿意的心 他懂得不多 但是他愿意 知道吗 他愿意什么都做 然后就不知不觉 因为他做的时候 就会体会到神在身上的教官 一句话马上懂 两句话马上懂 三句话马上懂 也就是接受力很强 有一句话是我的牧者 哎呀这是哪里 诗篇二三篇 哦真的呢 他是我的牧者 所以我愿意跟着走 你看每一句话他就成长 成长成长成长 你一个人来教会十年了 十年了圣经 我以为我看过 其实圣经的讲法 我认为 在圣经里面 不一定是这种说法 在历史考究里面 我觉得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 还有圣经 我看过解经书 有多少这种解释 他十年了 还是不愿意接受 十年了 干嘛听牧师的 牧师也是人 他也会犯错 好弟兄姐妹 十年了他还是不快乐 没有成长 弟兄姐妹 有一些弟兄姐妹 才来两年 他已经 胆小组长了 因为他像吸盘一样 像那个果子一样 一只生一只 生一只 生了一大堆 跟他一样快乐的果子 每个果子都有 都有脸 都有笑脸 弟兄姐妹 因为圣经说 又 有果子 第二 又成长 第三 又喜乐 你如果 生餐的时候有注意听 就是又喜乐 也就是说 你不但成长 而且快乐的不得了 弟兄姐妹 那时候你活着 真的是 好棒 耶稣基督 看着你活着 哇 果子一只出来 每个果子都是 祭 赞美神快乐快乐快乐 神说这个人我厌重他 厌重他 有另一种人 信主三十年了 圣经读过 约列放过三十次 然后佩戴经文 然后每天 每天 我为什么听他的 我有我的想法 我们这一群 我们这一群聚在 文师聚在一起 我们来讨论圣经 然后气得要命 每天都每个人挂着的脸孔 弟兄姐妹 神看着他们 非常 神气 因为他把人 带到错误的地方 带到错误的地方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要思想 我们活着 明天是什么节 明天是主日崇拜 也是復活节 但是你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我希望你能够记得 一年有52个 復活节 知道吗 因为七日头一日是 復活的日子 所以你每个礼拜都是 復活节 每次敬拜神 你都要知道 今天我要宣告 耶稣基督已经 復活了 你生命是活的 那你要活出一个活着生命 耶稣是不是每天在那边生气 每天在那边骂人 不是耶稣在 那很多人 成就他的果效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 神告诉我们说 那这是昨天的 那刚才讲的 你必须 如果有果子 那就好好活着 要不然你干脆去死好了 哎呦 我在落身活着 我就一定相信 如果是这样有益 我就要住在你们 而且还住在你们当中 不是活着就好 而且还住在你们当中 因为住在你们当中 我就看到你们当中有长进 又有喜乐 好 弟兄姐妹 你要活 而且要活在哪里 不是水沟里 喔 是在教会里面 是在弟兄姐妹当中 是活在弟兄姐妹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你每天要活在你的小组 你的墓区 你的弟兄姐妹当中 你跟他们一起 怎樣 随便啦 只要在一起就好了 而且要快乐 你只要快乐在一起 合而为基督的身体 所行的一定都是正面的事情 你会带他们去监狱 会带他们去戒毒村 会带他们去其冲休息 你会带他们去任何任何 只要能够忽视别人都悶急 都会帮助很多人 你领到多少报酬 你领的报酬是钱买不到了 那个叫喜乐 喜乐是不是是什么药 羊药 羊药要多少钱买 买不到的 你要知道 一种东西是死骨枯干 你每天在那边 难过难过 心 心有几个结 天结 以自己人枯干 但是你生命里面 你喜乐的话 真的是一个药 神给你的良药 钱买不到的 你是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真的 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思想 神在我们的故事 你帮我按一下 神在我们故事里面喜乐就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里 都是美丽的妈妈 对不对 里面圣经最强是哪一个 你看谁头上有亮光 每一个亮光都输给我 我站上去我头一定亮的不得了 OK 但是我告诉你 神抗为宝贵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喜乐 因为他们喜欢在一起 他们喜欢一起唱歌 下面听的人说天哪 真的 太好了 一群美丽的妈妈 一群美丽的妈妈 弟兄姐妹 你要站上去才会变成美丽的妈妈 不是说你生个小孩叫美丽 你就可以当美丽的妈妈 你在这里所有的 都是美丽的妈妈 那弟兄姐妹 你要在生命里面 要好好思想 这样的感动 会让人家发现 你生命美丽就是因为 成长 喜乐 而且果子一直增加 一只拓子 好 今天我要跟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 这个都是前言而已 按一下 OK 耶利米18章 摇将的故事 这一卷大家蛮熟的 神带着一个难过的心 耶利米 你现在去一个地方 我告诉你一个特别的信息 耶利米说 你现在告诉我就好了 我传达 但是神说你去那边 我又让你用比喻 你就比较了解那什么意思 耶利米说 好 去哪里 你就出去 右转 然后再管三个弯 然后那边有个姚将 那中间是我描述的 然后随便 然后他就去 哇 看到姚将 去的时候看到姚将 做什么事情 姚将用你做器皿 然后他后来做到差不多以后 发现 我根本不是要这种样子 他就把这一个器皿这样 啪 打下去 又变成一团泥 重做 重新塑造 用这泥 另外做 一样的泥 另外做别的器皿 然后也要这样再一次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角度还是不对 啪 再重做 立桑 立桑 哎呦 这个太扁了 啪 重来 同样的你再做做做 你做 这个就是我要的 我要的我要的 哈哈 然后去红培 然后就 这个就是我宝贵器皿 然后这宝贵器皿 拿出来展览 代表我代表 这个代表我 我的艺术架子在这里 大家从这个 这个艺术架子里面 就可以感受到 他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 耶和华的话就跟这个 这个 耶里米说 你要知道 以色列家 你在瑶将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手中 也是怎样 我什么时候认为一帮一国 一国度 说要拔出拆毁 毁坏 我说那一帮 若是转移离开他的饿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 施行的灾祸 降与他们 哎这句话真的很咬口 也就是说很奇怪 神啊你不是永远不改变吗 神啊你怎么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一会儿说要毁灭 一会儿说不毁灭 然后说你的道路永远不改变 但是这个地方你改来改去的 神啊你不是说 要是 把 创造天地一切都美好吗 后来你又看他们后悔 干脆用洪水把它毁灭好了 神啊你很奇怪 为什么变来变去 我们常常会觉得神真的 为什么在这道路里面 又跟以利说 以利说 我曾经说过 我要让你跟护家 永远行在我面前 但是我现在却不要了 却不要了 我要跟你毁掉这个约 为什么呢 神啊你是不是变来变去 OK 各位姐妹 直接说 神永远不改变的 我们看这个图表 哎呦 真糟糕 帮我弄最后一张 有图表那张 对对对对 好 好 各位姐妹 请跟 再注意看这个 神的道路是永远不改变 永远不改变不改变 直到永远 永远不改变 然后如果你在我道路里面 如果你在我道路里面 永远都不改变 但是 如果你离开我的道路 我的道路还是不变 但是你离开了 如果你 所做的事情是神 所不愿意 不喜悦的 厌弃的事情 我要在你离开之后 把你拔出拆毁 鬼坏 好让神永远不变的道路 继续往前走 知道吗 神的执意会不会变 神的选招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神的信实是永远不变的 这个地方都永远不变的 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神的爱里面永远都不会改变 如果你住在神的家里面 就是如董事变最后所说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好 如果你是这个聪明人的话 你就会一直一直一直享受神的恩膏 但是有些人就出去 但是神说那些人 我会拔出拆毁 会容让各种灾难临到他身上 但是他们若怎样 转移离开他们的恶 他们就 离开他们的恶 就回到 回到这永远不改变的道路 有一个人从猪群里面站起来 那些猪下一条 你怎么有一个猪像人一样 他站起来 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户我要回家 你知道吗 他就从外面再回到这个永远不改变的家 那天父就欢迎他 对不对 各位姐妹 我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 我想施行的灾祸在这里 我就不降给他们 神不是变 不是变来变去 请记得神永远不改变 神不改变是他的道路跟旨意永远不改变 是 变成是谁 变成是人 知道吗 属于神的人 他出去了 神就 我不理你了 我不保护你了 你就任你拔出拆毁 但是有一天你 有一天你后悔要回来的话 我就欢迎你 我就不让你拔出拆毁 所以神有没有永远不改变 对 永远不改变 另外神又说了另一句话就说 我要在你身上建立栽质 我要在你身上建立栽质 因为你是我所喜悦 你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 但是有一天你 又变成我眼中看我饿的事情 如果你又变成我眼中看你又出去了 本来在神的家是长直是什么 但是有一天骄傲了出去 我曾经说过我的恩典要临到你身上 现在我不要了 弟兄姐妹 神从来没有变过 神从来没有变过 是他的道路跟永远的旨意 永远不改变 谁在变 是人在变 所以 你好的话我就建议再职 如果你离开了 我就把这些恩典收回来 收回来 那你就会出现这边被拔出拆毁 那被拔出拆毁之后 你我叫主啊救我救我 然后说主啊我后悔我要离开 我要离开我的恶 我要回到你面前 如果你再回到你面前的话 那这条路神就欢迎你 所以出现了 四世纪最明显 循环啊循环 神保守保守看顾他的子民 然后他们就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之后 他们就会怎样 就会骄傲 骄傲就离开神 离开神 神就我任凭外邦人 弗里斯人来攻击你 然后他们就哭 哭 然后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 他们就平安 平安以后就怎样 就骄傲 骄傲 神就离开他们 他们就哭 哭了以后 神就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 他们就平安 平安以后他们就怎样 骄傲 骄傲以后 神就离开他们 敌人就来 然后他们就怎样 哭 哭以后怎样 什么 我不是在开玩笑 四世纪就是这些故事啊 就是这样子 一样的啊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 什么叫做 把他出差 他们到底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做坏事 真的 哪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做坏事 我直接说好了 他们就自认为做 有意义的事情 才会每一个时代都会这样 每一个教会的 不懂事的人一丰富都会这样子 只要一丰富就会开始思想 我执事做几年了 我圣经读多少了 我礼当在教会里面长职 监督 我应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弟兄姐妹 人都是这样 所有猎王也都这样子 所有百姓也都这样 一丰富就开始以为自己是什么了 他们就开始做善流人 然后他们就拉拢下流人 然后一起叛变 然后善流人 我们这些人 然后你们这些可怜的人 来来来 我告诉你们这些可怜的人 我来帮助你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 有一个人就用这一招 这个人很厉害 叫做Yasaro 善流人加下流人 等于空气那么清 但他们势力是庞大的 那我们今天好想 在这条道路里面 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吗 还是帮我画一个机关 画到前面那个地方去 我试试看 也可以的 OK 现在 来看回到这里 神说 刚才这个两个我们看懂了 神永远不改变 神说 我要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得出 所以我要 造出灾祸来攻击你们 定义要刑罚你们 你们要赶快 离开那个 所行的恶道 赶快回到正道 就是永远不改变的正道 你要赶快回来 OK 好 现在我们看 我们为什么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犯错的 因为他们说 我们还是要照自己的 谋略去做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的谋略 我们自己要做 然后神就很生气 你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难道忘记了 你们卑微的时候忘记了吗 神在生命里面 永远不改变的 黎巴勒的血从天衣的磐石上 从来没有断绝过 从眼出的凉水 从来没有干涸过 也就是说 神所造的 你眼睛所看的这些故事 这些现象 从来都没有断绝过 以至于滋润了你们 那你们都没有 都看了这些 都忘记了我 像甲神烧香 什么叫像甲神烧香呢 也就是说 你生命已经 以别神取代 约尔华的 那就是甲神 也就是说 我很忙啊 你都不晓得我是什么人物 我什么 哪有时间去祷告 哪有时间去祷告 我只有 弟兄姐妹记得我 我不是说 不猜祷告会就错 但是你生命已经 以别的为重了 其实你挪了 时间一定挪得出来的 时间一定挪得出来 我看过很多人 非常的忙碌 那些人就是我所说的 那种 成长得很快那种人 其实他 信主之前 日子满满的都是 信主之后 我喜欢跟你 我不太懂 要去做什么 小组什么 好吧 但是我那天 变一下就好 调整一下就好了 后来你也去查经 查经是什么 好 我去跟你一次看看 查经 那天 我记得 讲什么都不晓得 但是音乐很好听 然后弟兄姐妹 会后有说 耶稣爱你 我感觉心情很好 我就第二次去 第三次 第四次去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他们成长得很快 他们 立刻调整时间 你知道他们信主之前 是零时间给教会 根本没有时间 信主之后 为什么调得出时间 是看你自己选择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 我非常的忙碌 哪有时间哪有时间 神说 是你自己选择的 不要怪 当然有那种突发时间 但是没有 但是我们说 已经常态 离开神了 我这个时间就是没空 我这个时间就是没空 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 神说我要分散他们 让他们 看到遭难 我不再看他们了 他们说我才不怕 耶利明你凭什么东西 你什么东西 人家骂我 我们在射击谋害耶利明 而且什么呢 而且我们在不怕你 因为我们自己 可以收买我们自己的祭司 我们也有自己的牧师 我们也有自己的教师 我们有自己的我们才不怕你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祭司 有我们智慧的先知 其实在四世纪里面 你要知道 很多人到后来都开始怎样 开始设立自己的神 设立自己的 所以你要叫 四世纪里面 比如说有个叫积淀 有没有 积淀知道吗 他后来成功之后 神以他同在 丰富荣耀之后 他在自己的家设立什么 设立一福德 设立这种神坛 反正我已经有自己的祭司了 我有自己的 他就 那个时代就离开神了 有一个叫米家 米家知道吗 他后来 这个 那时代没有 没有个人任意而行 他 不晓得该怎么做 他就干脆 找了一个少年人 你是立位人吗 那你来我家做祭司 你来我家做 那我就做了一个神坛 那这个故事后来变成一个悲剧 也就是到后来 人都会开始 反正我们自己的老师 自己的祭司 自己的牧师 我还怕你 那是什么 叶利明你什么东西 我就是不听你的 反正我们自己的祭司 我们自己设立 我们自己就好了 弟兄姐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思想 圣经里面 叶利明就说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我在神面前 怎样为他们祷告 他们都不听 然后 在这个愿神 你为我报仇 这些事情 然后神啊 不要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在这当中 所做的 成为 陷害叶利明 在国度里面 重点不是陷害叶利明 重点是 使百姓 一直离开神 一直离开神 这些假教师 那我们再思想 这些故事 成为世代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 你知道 耶利明的世代 你知道 以希杰的世代 以赛尔世代 这不是大先知 小先知的事情 这是从 还有机会 变成没机会 从有机会 变成没机会 这些人 是怎样 失落的 是 这些假先知害的 那我们今天 要好好思想 一群叫做 无辜的百姓 叫做 怎么说 也不能说下流人 也就是说 他们不知道 他们跟着走 跟着走 所以在生命里面 神要有教会 就是这样子 而且教会是 基督用他保险所买赎回来 也就是 你必须跟这世界分别的 跟这世界分别 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调整 牧者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 我昨天在有一个 有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思想 我很多的好朋友 牧者现在都在台北开道 那我在这干什么 我也想去 那我在这干什么 我们教堂变成五官十舍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那我有一个心情就是 真没意义 对不起 我还没讲完 不要断断其余 我要去凯道那边去 因为我的朋友都在那边 那神也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吗 五官十舍是五官十舍 但是你要亲眼看到 到晚上有一大群 他们进入到教会 他们也许看五官十舍 但他们会像那个果子一样 我不太懂 但是我好喜欢来 他们一进来 这边的笑容 这边的弟兄亲切 这些弟兄姐妹 这边这么的友善 然后这些艺人 我也许甘信主没多久 但是我 我换下我的姿态 换下我的姿态 原来来到一个教会 原来发现这教会 跟我们艺人不一样 但他们有我们生命的 一个特别羡慕的气质 而且他们才是艺人 这教会才是艺人 因为我们在 这国度都演一台戏 对不对 我们会影响这些艺人的 我们也会影响外面的人 弟兄姐妹 所以我在生命里面 跟神讲说 不要 自以为是的来批评这些 工作 或者 其实在格调 我们一定是不一样 但是不要去论断 或者是批评 或者分别 也就是说 凡事 都可行 你的心是正面的 所有事情都会变成正面的 如果你心是负面的 你跑到开道 也依然没用 弟兄姐妹 希望在我们祷告里面 神给我们的今日就是最好的 刚才有首歌 在呼召我这处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但是什么事情 你都要怎样 扬声歌唱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当我们在读 耶利米书的时候 常常这故事 一直在思想 让我们生命里面 常常想 神说 你们要在这个地方来想 整个事情来思想 神说 你们赶快回头离开所行的 也就是赶快回到正道 回到正道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条路不要离开 这条路不要离开 如果你是违背神的 赶快回来 如果你是在这里面的 不要出去 你好好建立在一起 如果你又出去的话 就变成严重看我饿死 如果你在神道里面 不要出去了 不要出去 如果你跑到外面 赶快回来 就是这么简单 神的道路是永远不变的 你看他不会因为你信主一百年 然后 然后就哎呀 想当年你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神不会搞怪你这个 神只会 你一离开就没有了 赶快回来 就对了 你如果在神的道路里面 好好珍惜 你如果不珍惜 什么都没有了 那神的恩典是 绝对的 但是是不留情的 不留情的 我在这跟大家讲 你读过多少圣经 神说 那个邦国 如果不 不 离开我的话 我不顾喜里面的银海 也不顾喜里面的寡妇 也不顾喜里面的孕妇 也不顾喜里面的孕妇 不顾喜里面所有的 我不顾喜这些 各位姐妹 不要认为可怜的人就可以进天国 善流人真是虚空 不要以为你圣经很熟 就可以进天国 善流人真是虚假 换在天平里面 全部都比空气都还清 没有 所以 你如果活着 不是神所喜悦的道路 你干脆怎样 去死 但是死的时候 请记得赶快受洗 你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各位姐妹 就如同这样 你如果 离世与主同战 那是好的无比 但是离世的那一刹那 是在刚好接受主的时候 你既然以后 你既然以后活不出果子 那就赶快在信主那时候死好了 各位姐妹 我们既然都苟且透身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活着有意义 请你好好活着 各位姐妹 你活着有没有意义 要不要活着有意义 要 你就要有果子 要不然就干脆 咳咳咳咳咳 怎么都一直讲这种事 你活着没有意义 真的 那就没有 没有 没有合神心意的意义的 就没有器皿的意义 就根本 神没有 不需要 用不到你 用不到你 你多留一天 就多一天犯罪的可能 如果你多有意义的话 果子 然后每个果子都会成长 每个成长的果子都喜乐 都非常快乐 那个教会充满了合一 哇 圣灵的工作 大大充满在当中 弟兄姐妹 圣灵正在你心里面对你说话 你听见吗 你听见吗 神要你 神要你活着 所以 就是因为要你活着 所以他才为你护活 才有 你活着才有护活的样式 新的样式 所以如果你没有新的样式的话 弟兄姐妹 这是 昨天弄好的 我们教会变成这样子 很特别 还是说比这个很特别好了 好 感谢神 弟兄姐妹 等一下11点 习近卖团 赶快到罗杉磯集合 因为 因为 这个 突然 突然说他们也没现实 也没节目 我不想弄那么大场 然后也没现实 也没在干什么 不过他们是为了表演 祖物崇拜他们 没有把他 但是 我们现在就是临时现实 但是 习近卖团 夜团 夜团跟四八都要上去 夜团我们保留金银奖的 简单夜团 因为前面空隙剩一点点而已 金银奖的那时候的夜团就好了 然后其他的就一起来唱歌 那弟兄姐妹 我们神说很特别 很高兴能够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那神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 如果 坏人他们会说我们自己来 我们不怕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祭司 我们有智慧人 我们有先知 假先知 什么一大堆 我们都有 全部都有 怕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灭完就越来越多 但是 站在耶利米的立场 就是主啊 听我的祷告 不要听他们的祷告 不要听他们 不要让他们的寂寞得策 耶利米的故事 再往下走 摇降的故事 就越来越清楚 然后我希望大家 在生命里面 想想 神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一直对我们说话 我记得 我希望大家永远记得这条路 他路是永不改变的 而且知道永远 你只要住在耶和华殿中 你很轻松 二字容颜大字清神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你这种 罪孽很深的人 会觉得很无聊 怎么每天都那么幸福 真无聊 怎么每天都没有吸毒 怎么那么无聊 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罪根性的话 你会觉得很无聊 真的来教会真的很无聊 但是如果是圣灵坐在你里面的话 你每天来教会都真的怎样 活跃的不得了 活跃的不得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命里面 一起来思想 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跟记号 上礼拜三第一次的老祖导会 我觉得在生命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十篇三十三篇 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生命的故事 以耶和华为神那国 是有福的 是神所喜悦的 哪一国愿意称颂耶和华 哪一国必备神荣耀他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为自己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国家祷告 这是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 我们有个祷告 希望在生命里面 我很认真的讲 我很认真的讲 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不要活着很有意义 不是说如果没有意义 干脆去死好了 但是神要我们每个活着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才有互活节嘛 祂要我们活着 但是你如果活不出样式的话 那就是得罪神 真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要为你祷告 在故事里面 像是新的一个故事 我们安静我们心 你为自己祷告 然后在这祷告过程里面 我们要为你祷告 你就来到前面 我们开口来祷告 每个日子都是新的 你给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新的 你给我们生命的荣耀是新的 你给我们生命的感动是新的 你在我们生命里 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节修 我们是那么的卑微 我们认识你的第一天 是很卑微 认识到现在 我们还是很卑微 但是因为圣灵不断的感动 你住在我们当中 你带我们走你的道路 我们每次走在你的道路 就发现我们真的不一样 我们变成贵重的器皿 而且我们什么都成长 什么都喜乐 变成很丰富 但是并不是我们变厉害 是因为神灵同在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不要离开这条道路 免得我们得罪你 免得我们在这世上 开始有一个自己的骄傲 所以说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活在这世界 不是要完成我们的梦想 我们活在这世界 我们要为主来梦想 我们是希望主祢的道路 主祢的教会 在生命里面 出现一个合一生 出现一个习的故事 引导我们在你面前 只能强而有力地 为主祢而征战 在幕后世代 这世界跟教会 显出不一样的时候 求祢让我们站得稳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 看见神的丰富 看见你了 谢谢你 但弟兄姐妹 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时间为自己祷告 不只是认罪 而是跟神说 我真的很强力地 要为祢的佛 好不好 可以过来为自己祷告 为祢的佛 我一定要有果子 我若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子 求祢赐给我一个 良善的心 让很多人愿意跟我合一的敬拜 我如果有人带人来教会 我希望他跟我一样 一起享受那成长的故事 我希望带他们来祷告 我希望带他们来祷告 希望带他们来祷告 我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 一起侍奉 如果他们跟我们一起侍奉 我希望祂跟我们一样 喜乐爱教会 好不好 主啊 主啊 让我们站在你面前 祝我祝我非常大恩 主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祷告殿 就如同耶路撒冷圣殿至圣所一样 我们进入到祢里面 祢跟我们 我们跟你 在至圣所当中 我们都成为俊尊的祭司 并当时的大祭司还尊贵 我们愿意在神明前自解 然后在神明前预备自解心 说我来到祢面前 我用圣洁的心 清洁的良心 来到祢面前面对 主啊 求祢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清洁我们 洁净我们的口 洁净我们的心 然后我们在祢面前 站在那时候 不敢说任何一句万言 在站在祢面前的时候 不敢任何轻怀 不敢以为自己是什么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 主啊 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是你的使女 在这末后时代 求祢教导我们 如果你所说的那末后时代 你要拣选你的使女跟仆人 你要用圣灵浇灌他们一样 所以说求祢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知道在这条道路里面 每一天为你而活的故事 我们活着就要想基督 我们活着就要为基督而活 所以说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当中 以前的我 我看我们粪土 以前以为自保的 那是真的像粪土一样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得到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保 主耶稣求给帮助我们 今天活着每天 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 而且为主你在神明前的道路 还有你服侍人的态度 你所有人子来会要服侍人 不是要被人服侍的 不是要被人家服侍的 你来到这世界是要服侍很多人的 而且要做多人的书架 主耶稣求给帮助我们 今天来到你面前 我们就大意愿意说 主啊我要像你一样 我要融合谦卑 我要成就很多人在神明前 这个故事 我们让神明的教会 成为喜乐合一的教会 我们成为一个强而有力 也而华的军队 那这世界纷纷扰扰的时候 他们知道 神只有这个地方 是充满神恩典的地方 主耶稣求给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 跟各教会的合一 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喜乐 一定能够交换 一定能够传给他们 让各教会都在你面前 成就神明的喜乐 这城市一定会改变的 国家一定会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等候那时候 等很久了 所以说求给帮助我们 赶快回到你面前 愿为耶路撒冷祷告 为喜安祷告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神荣耀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你要在我们台湾一样 建造喜安的一个 一个生命的一个建造 众城门啊 我们知道荣耀丸已经要进来了 耶稣荣耀丸就是耶稣基督 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展全 让这个城门 让这个城市 匆匆满满有神的恩告跟喜乐 当你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生命要改变 我们改变的时候 我们发现更 比起更轻松了 我们一改变 就比起更加的 没有重荡 我们真的是得到安息 所以说原来 我们来到你面前 第一次要侍奉你 并不是重荡增加 而是当我们要消脱给你的时候 我们发现并且更加喜乐 所以说让我们能够分别 彻底彻底的分别 而且很担心乐意的 把时间把生命都分别在你面前 让我们愿意改变任何态度 去面对任何聚会的时候 决出今天的爱在世界天 一定是一个美丽的一个征战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果子的收获 谢谢你 依道们 让我们像什么人 就做什么人 为了多得一些胡云的果子 谢谢你 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遇到这些御人的时候 我们用最珠贵的态度来欢迎他们 来引导他们 来接纳他们 来跟他们一起成就神灵的美意 跟神灵的荣耀的故事在这其中 遇到我们的敬拜 遇到我们在你面前的喜乐 遇到我们今天来面对下午 还有明天早上 还有明天下午 我们知道很紧凑 但是神灵的荣耀完全不衰减 在神面前多而又多地充满 因为你使用我们 还要再用 还要再用 谢谢你 因为 因为 煩药的 你还要再讲理他 谢谢你 谢谢你 是圣上的感恩 我们奉主耶稣今天我们宣告你的名 在我们一丑姐妹身上 完全得胜 依自我 护士我们 建造我们 因为若是 若没有这样 你就会找出很多 战祸 地道 所以说我们愿意 这一生不要去面对任何的一个情报 让我们完全束缚 这一生我在原道路里面 谢谢 献上感恩 把罗伦都归给你 包括奉我 主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阿们 把罗伦都归给你 阿们 阿们 把罗伦都归给你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 敬拜的弟兄 上来 在我们招呼之处 在这故事里面 我们相信 神荣耀 立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成就那美意 让我们在神灵前 我们能让站立要报 我们在神灵前 显上这样的一个 神阿 我要跟你立约 在这新的故事里面 我要新的赞美 圣灵的工作 要完完全交换在我们当中 圣灵的运行 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圣灵的荣耀 要在你生命里面 圣灵要告诉你说 我爱你 我照着交换在你身上 一辈子起来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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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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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